林口长庚毒物科主任 国内的毒物权威林杰良医师 四天前因为肺部感染 送医急救 虽然医疗小组全力医治 但仍然回天乏术 今天中午12点42分 逝世得年55岁 他的家人都陪着他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长庚医院已经布置了灵堂 卫福部部长邱文达等人 都已经前往吊宴 在妻儿以及医院同事的陪伴下 林杰良的遗体从家户病房 已领到往生室 场面哀妻林杰良的妻子 强忍悲痛送他最后一程 抢救了四天仍然回天乏术 在中午12点42分 家属忍痛拔管让他好走 生命迹象已经没有 所以家属希望 可以减少林教授的痛苦 所以决定 家属决定 就不再继续 用卫生的设备 林杰良是在二号下午 因为身体不适 宋林口长庚医院急诊 之后转入家户病房 下午病情恶化 院方决定装业克膜 以高阶抗生素抢救 三号上午 儿子林红珍脸书po文表示 林杰良病情稳定 四号下午院方却表示 病情又不乐观 五号上午疑似肺部感染病发 多重器官衰竭 离开人世 林杰良享年55岁 病情急转直下 主治医师也无力回天 本院也立即成立智商委员会 全力协助林教授的家属 处理智商事业 网生室将布置成灵堂 让民众可以哀悼 这位永远的侠客医生 他认真和士兵油亲的精神 也将永远不灭 由电梯李敏昭 吴佩如有唱话桃园报导